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歡迎大家收看屈基TV 這是屈基焦點欄目 我是主持人鄧肥校長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 都是討論了很長時間的問題 我是說香港有人討論了很長時間 就是一個北愛爾蘭問題 或者叫愛爾蘭問題 要留意這兩個概念是不盡相同的 為什麼會無端端說起北愛爾蘭的問題呢 現在是5月 其實應該在上個月4月初的時候 在北愛爾蘭一個英國的領土 是英國領土 在北愛爾蘭地區爆發了一個衝突 一個街頭的衝突 街頭的衝突都頗大規模 無論是扔掉汽油彈 燃燒彈 例牌燒汽車等等 什麼都弄出來了 亦有很多警察因此而受傷 拘捕了很多人 拘捕的人最小年齡 據說只有12歲 就算是最大年齡的 好像只有25歲左右 這就很可怕了 為什麼會很可怕呢 不是因為他的年齡太小而覺得很可怕 而是說北愛問題上一次簽訂了一個和平協定 就是我們叫做耶穌壽難日協定 或者叫做貝爾法斯特協定 貝爾法斯特就是愛爾蘭共和國的首都 簽訂是1998年 1998年在美國主導之下 英國和北愛方面簽訂了一個叫做耶穌壽難日協定 整個北愛要停火 停止衝突 以及也要劃界 這些是親英國的人 住在這個街區 那些是親愛爾蘭的天主教徒 住在另一個區 但不管怎樣都好 總之要停火 然後進行了一個地方政府和警隊的改組 據說改組的一個主持人 就是我們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去做一個改組的工作 這個改組之後 以及這個協定簽訂之後 一直帶來了20年以上 起碼到現在都有23年 有23年的一個和平的環境 換句話來說 就說4月初爆發衝突 有些被拘捕的那些青少年人 25歲 12歲到25、6歲左右 換句話來說 在貝爾法斯特協定簽訂之後才出生長大的 按道理就不會有什麼愛爾蘭 或者北愛衝突的歷史經驗 以及思想包袱 是全新的新人類 全新的新人類 在沒有任何當年英國和愛爾蘭 或者北愛衝突的人生經歷 亦都沒有這樣的歷史包袱 但是這些人都走出街頭 爆發了大衝突 這也是值得英國和北愛各個社群人士的 是一個深刻的反省和檢討的 如果說起愛爾蘭 或者說起北愛和英國的淵源 就很長 這個非常漫長的時間 老實說 我們站在中國人的角度 你要我去區分 有兩個人站在我面前 誰是英格蘭人 誰是愛爾蘭人 坦白說我真的分不到 正如他們去分 誰是中國人 誰是日本人一樣 亦都不容易分 可能他們相互之間分到 我現在所說的英國 主要是集中說英格蘭人 蘇格蘭的獨立運動 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我現在集中說英格蘭人 和外爾蘭人的不同之處 我們講起古老的歐洲大陸 如果有文明史來記載 一個很古老的很籠統的民族 就叫做愛爾特人 有些書翻譯做愛沒特人 不知為何會這樣翻譯 總之簡單來說愛爾特人 愛爾蘭人就是一個古老的愛爾特人 是一個比較近親的後代 英格蘭人就複雜了 英格蘭人就是混血混血再加 混血變種變種再變種 包括了最古老的愛爾特人 也包括了英格蘭自己的土著的居民 也包括來自北歐和丹麥的海盜 也包括來自法國的諾曼人等等 或者羅馬人都有 不同的民族大兜亂大混合 才形成了今天的英格蘭人 或者英格蘭的文化 這個當然是一個英國文化的主體 也可以說是英國民族的主體 就是英格蘭人 但是愛爾蘭人就沒有那麼複雜 愛爾蘭人就直接成計了最古老的愛爾特人 的民族 大家在民族的身份認同 以及民族文化上 已經有一個比較大的分歧 而更加重要在宗教上 自從天主教封行於歐洲之後 愛爾蘭就很早就已經歸依了天主教 也有天主教的教區在裡面 但是英格蘭就比較複雜 英格蘭就去到大概16世紀 大家知道大名鼎鼎的 一個殺妻狂國王 亨利八世不知為何專斬自己的老婆 為了娶多幾個老婆 其中一個原因不是唯一原因 就宣布脫離了天主教的教會 就成立一個所謂的英國國教 也都開啟英國的一個 基督新教的改革運動 就是宗教改革運動 很長一段時間 由16世紀 從亨利八世開始 一直到他的女兒 瑪麗一世 大名鼎鼎的伊莉莎白一世 都是採取過什麼措施呢 就鼓勵新教徒 打擊天主教 但是愛爾蘭就沒有分別 愛爾蘭一直都是天主教為主的 所以大家不單止在民族上不同 而且在宗教信仰上 亦是不同的 愛爾蘭是 信奉天主教的 而英格蘭人 主流都是信奉 各種新教的 教會 不一定是聖功會 總之不同的新教教會 天主教在英格蘭的位置 這是一個大的歷史背景 然後英格蘭人和愛爾蘭人 難聽說的是血海深仇 這個血海深仇簡單來說 實在太複雜了 牽涉的事件 多到不得了 簡單來說我分成兩個階段 一個是二十世紀前 一個是二十世紀後 都是很血腥的 先說二十世紀前 公元的1541年 就是中國的嘉靖 明朝嘉靖年間 1541年英格蘭人在愛爾蘭成立了愛爾蘭王國 聽清楚 是英格蘭人在愛爾蘭成立愛爾蘭王國 是什麼意思呢 就不存在有愛爾蘭裔的國王 愛爾蘭王國的國王就是英王 簡單來說 強行將愛爾蘭吞併歸英國國王管轄 由英國國王派一個總督去管愛爾蘭的地方 由英國國王兼任了愛爾蘭的國王 現在兼就兼了二百多年 不過二百多年以來 英格蘭國王從來都沒試過去過愛爾蘭 去到愛爾蘭基本上是神職人員 貴族 掠奪土地的貴族 以及軍隊 還有一些冒險家 就走到那裏 開啟了英格蘭人對愛爾蘭的一個很殘酷的掠奪 歷史的進程 實在太殘酷了 我只能把高度概括成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白人的奴隸貿易 聽清楚是白人奴隸貿易 我們說起奴隸貿易 很多時候第一時間想的是黑奴 在非洲掠奪和販賣黑人的奴隸 去到北美 其實在歷史上也有白人的奴隸 尤其在地中海一帶 但我今天不是說地中海 愛爾蘭不是在地中海 愛爾蘭是在大西洋 我是說愛爾蘭 他是白人的奴隸 是一個這樣的意思 大概在公元1649年 即是滿清入關五年 滿清入關是1644年 1649年的時候英國國王被推翻了 就很短暫的成立了共和國 共和國的領袖就是大名鼎鼎的克倫威爾 克倫威爾自稱為護國主 他就展開了對愛爾蘭的大規模的征服和掠奪 他就派遣他的所謂英格蘭的革命軍 或者共和軍 進入到愛爾蘭裏面 進入到愛爾蘭裏面做什麼 很簡單的就是搶人搶土地 搶了一千萬英帽以上的土地 將當地的地主全部剿滅了他 然後將他的土地掠奪 分給克倫威爾自己的兄弟 參與他這個所謂推翻英格蘭王國的 革命軍的領袖 在自己本國革命去到別人的國家 大規模的侵略和掠奪 要留意 白人的奴隸就是這樣來的 當時克倫威爾這個所謂的革命軍政府 去到愛爾蘭的時候 掠奪了很多 愛爾蘭的白人 愛爾蘭人肯定是白種人 純種白種人 將他賣去哪裡 賣去加勒比海 大家看電影加勒比海都知道 賣去南北美洲之間的 加勒比海這個是新開發的英國殖民地 將這些愛爾蘭人當成是奴隸賣去加勒比海 你要留意 不單是愛爾蘭人被當成奴隸賣去 加勒比海 而且他的售價是比黑奴還要低 為什麼 因為英格蘭人很長時間已經養成了一個 歧視的觀念 覺得愛爾蘭人是懶惰 愚蠢 和低賤等等 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 對比黑人 黑人的奴隸 勇武有力 勤勞 所以對比之下 黑人的奴隸 那麼勤勞 那麼勇武 做事那麼厲害 他的價格會高一點 愛爾蘭的白人奴隸價格會低一點 這麼壞的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 賣去加勒比海一帶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大概是1692年 中國去到康熙年間 英國也恢復英格蘭王國 英國的國王復辟 英國國王復辟之後 英國國王復辟之後 繼續打擊天主教 因為復辟的國王是來自荷蘭的 來自荷蘭信奉新教 再加上英國本土新教的力量 和英國國教的力量 已經很瀑布發展 天主教老實說已經處於沒留的地位 但是愛爾蘭人還是堅持信奉天主教 在1692年的時候 英國議會就通過一個法例 就叫做情治法典 這個情治法典是專門針對愛爾蘭人 什麼意思呢 對於愛爾蘭的天主教信徒 會剝奪他很多東西 剝奪他受教育的權利 剝奪他的選舉權 剝奪他的財產繼承權 剝奪他做老闆 誰為之做老闆 就是你可以做老闆 但是你不能僱用超過兩個以上的伙計 這些很多的限制 在財產上 教育 政治的權利方面 大幅度打壓 愛爾蘭的天主教徒 希望用這個辦法 就是把天主教的勢力 從愛爾蘭裏清除出去 同時 其實在文化上 亦都在說同化 愛爾蘭人 但是鬼閉眼 不知道因為什麼事 愛爾蘭的天主教信仰 不單止非常穩固 而且很離奇 有很多遷徙過去愛爾蘭的 英格蘭人 偷偷反而還相信天主教 很離奇的現象 好像中國人所說 哪裏有硬壁 哪裏就有反抗 你對天主教的打壓越厲害 反而反抗越激烈 不單是愛爾蘭人 堅持天主教信仰 移民對愛爾蘭的英格蘭人 也慢慢歸依了 天主教信仰 而且是領導了愛爾蘭的反對運動 這個很有趣 這是第二件事 更加重要的 第三件事就是愛爾蘭的大饑荒 我記得在以前的節目裏 我提過愛爾蘭的大饑荒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愛爾蘭的大饑荒發生在1845年至1847年 1845年至1847年是什麼事呢 中國和英國剛剛打完鴉片戰爭幾年 鴉片戰爭是1840年至1842年 渡光20年的時候 清朝 打的 在1845年爆發了愛爾蘭的大饑荒 為什麼會爆發這個大饑荒 原因可以很複雜 簡單來說就是引用共產主義理論家 印格斯的說法 印格斯就是研究愛爾蘭大饑荒 研究得很深入 也是猛烈地批評 英國政府的作為 印格斯也是英國人 他批評什麼呢 英格蘭政府 英格蘭人根本從來沒有把愛爾蘭看成自己的領土 而純粹把它看成 服從自己經濟需要的一個地方 什麼意思呢 當英格蘭需要有肉類的時候 肉食品的時候 就將愛爾蘭變成一個大的蓄木場 當英格蘭人需要有穀物 有糧食的時候 就將愛爾蘭變成一個大的糧食的種植地方 總之他要什麼就將它變成什麼 就完全不理會愛爾蘭人自身的需要 也不會理會愛爾蘭土地 會不會過度耕種 造成它的肥力 下降 完全不理會 經過這樣的累積 經過這樣的英國政府對愛爾蘭這個土地的掠奪 和一個掠奪性的 經濟政策 愛爾蘭終於就出現了一個大饑荒 糧食是不夠的 不是愛爾蘭出產的糧食不夠 而是愛爾蘭出產的糧食 愛爾蘭的地主為了謀取暴利 就將它賣去英格蘭本土 去謀取暴利 寧願賣去英格蘭本土 去謀取暴利 都不願意賣給自己本國的愛爾蘭人 造成很多愛爾蘭的人 活的被餓死 包括婦孺 餓死得很誇張 有統計餓死了200萬人 也促使有大量的愛爾蘭人 被迫離鄉別井 移民去美國 因為這個很重要 我會再說 我會先說因為餓死了那麼多人 共產理論家英格斯 猛烈批評這個現象 在這裡介紹大家看一出電影 2018年上畫的 應該在柏林影展上畫的 電影叫做黑色1847 他就是講一個 在英國軍隊服役的 愛爾蘭老兵 服役後回到愛爾蘭本土 看到自己一家大小 全部被餓死的那種慘況 所有的婦孺都被餓死 一個媽媽抱著孫女 是鑑生餓死了 所以這個愛爾蘭老兵 激起了他的反抗 反抗英格蘭的統治 有一齣那麼恐怖的電影 叫做黑色1847 是值得看的 你看看英格蘭人 當年是怎樣對付愛爾蘭人 這個是血海深受 在這個時候 不單是餓死人 還有一件壞事 英格蘭人 為了要趕走愛爾蘭人 是組織了一班 就叫做棍子隊 拿了棍子 走去愛爾蘭人的家 叫開他的屋頂 你叫開他屋頂 那間屋沒有了屋頂的時候 就住不下去了 住不下去就是趕你走 所以就數以8萬計的人餓死 亦都數以8萬計的愛爾蘭 被迫移民到美國 但是這個1845至1847年的 大饑荒事件 就令到愛爾蘭的民族意識 開始覺醒 以前在愛爾蘭爆發的所有的零聲 落索反叛的行動 其實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因為我是愛爾蘭人 所以要反抗英國人的統治 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民族意識 甚至有些反抗運動實際上是 英格蘭移民的神父 或者是神職人員領導 但是1847年大饑荒之後 再加上受到法國大革命台 美國獨立戰爭 的刺激 愛爾蘭人的民族意識就開始 出現了 開始出現了 在這個時候 無論在愛爾蘭本土發起了反抗英國統治的武裝鬥爭 還是遠在天邊的美國的愛爾蘭移民 都開始 呼應 愛爾蘭反抗英國的統治 就是這樣來的 在這裡講一點愛爾蘭移民去美國 愛爾蘭裔的移民 其實是很慘的 因為很長時間 愛爾蘭人被英國人 被英格蘭人所歧視 當他們又懶又蠢又野蠻 所以這些愛爾蘭的居民移民到美國之後 大家知道美國 最初又是英格蘭人 又是英格蘭人去到北美的時候 去建立美洲的殖民地 跟著是罵獨立 建立了美國 所以英格蘭裔的美國人 對於後來移民來的愛爾蘭裔的居民 亦都是繼續延續了那種歧視 所以最初 愛爾蘭人在美國是混得很慘的 混得慘到什麼的地步 只能夠做什麼 只能夠做厭惡性的工作 比如做什麼 做姑娘 做一些撿垃圾的人 做一些鐵路工人裏面 最沒有技術含量的人 總之所有厭惡性的工作 一定交給愛爾蘭人 愛爾蘭人如果想從事一些相對體面的工作 是不會有人請的 甚至賣廣告請人 是標明什麼 我是不請愛爾蘭人的 所以你想想 去到19世紀 美國對於愛爾蘭的歧視 有學者認為 甚至還超過了當時 賣豬仔去美國的中國人 很慘 但愛爾蘭人有兩大特色 第一 我多慘我都捱下去 但是我絕對不會做農民 絕對不會污農的 因為污農的農業 對於他的痛苦記憶實在太慘了 饑荒 第二就是 他是發達之後 一定會組織成愛爾蘭的社團 所以愛爾蘭的社團 社團支撐的政黨活動 在美國很蓬勃 非常蓬勃 所以第一代很慘 第二代也很慘 到了第三代的時候 愛爾蘭人在美國終於 可以站穩腳跟 李安達導有出電影 《紐約黑幫》 就是講愛爾蘭的黑幫 相當有趣 你看到愛爾蘭的黑幫 和《Godfather》裏面那群 意大利的黑幫 又完全不同 但是 其中一個很大的不同 在於意大利在美國的黑幫 不是很想介入政治 但是愛爾蘭人 要介入政治 尤其是介入選舉政治 所以後來的大名鼎鼎的 甘乃迪總統 或甘乃迪家族 就是純正的愛爾蘭後裔 所以甘乃迪總統 以至甘乃迪家族的所有從政人士 是立場鮮明 講明 我是支持愛爾蘭人的 我是支持愛爾蘭獨立 是支持北愛問題 是要得到一個 有利於愛爾蘭人的解決 所以愛爾蘭在美國 或是愛爾蘭人在美國的 政治社會運動的操作 對於愛爾蘭問題的解決 和北愛問題的解決 起了一個決定性的作用 稍後再講 在這裏我補充一點 我以前講美國節目裏面提到一群人 叫做芬尼亞人 芬尼亞人就是參與了美國內戰 南北戰爭的一群老兵 那群老兵全都是愛爾蘭人 參與了美國內戰後 有軍事科技 有軍事技術 也有武器裝備 所以短暫發起一場 芬尼亞運動 想美洲進行一個反對英國的武裝鬥爭 當然後來就迅速被美國政府撲滅 但是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愛爾蘭人終於確立我要用武裝鬥爭的辦法 去擺脫英國的統治 這個就是整個20世紀之前 英格蘭和愛爾蘭的一個血腥的衝突的歷史 不過歷史來到20世紀之後 這個就更加血腥 到了20世紀 英國或者英格蘭人和愛爾蘭之間的衝突 血腥程度有提升 沒有下降 時間來到1914年至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 英國因為要對付歐洲的大戰 所有的兵力所有的財政資源都投放到世界大戰 在這個時候 愛爾蘭人看到機會 愛爾蘭人的口號叫什麼 英格蘭的危機就是我愛爾蘭的機會 所以經過一番醞釀之後 在1916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到中間的時候 在愛爾蘭的首都都柏林 這個地方 發動了一個很大規模的叛亂 或者叫起義 看你自己喜歡怎麼說 因為他叛亂或者起義的那一天就是復活節 所以 1916年的復活節都柏林的起義 被稱作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 大家值得記錄 為什麼歷史性呢 現在你上Netflix App 裏面 都看到有一齣劇集 專門說 1916年的復活節 愛爾蘭的大起義 專門說 在回事 包括兩件事 第一 就是英國軍隊裏面的愛爾蘭人 再加上愛爾蘭的民兵 背後就是 芬尼亞運動的後續 就是新婚黨 新婚這個意思在愛爾蘭語裏面 靠我們自己努力去爭取獨立 新婚黨延續了芬尼亞運動武裝鬥爭的手段 所以就在愛爾蘭的首都都柏林裏面 聯同一些地方武裝盟兵 再加上英國軍隊裏面 一部分的愛爾蘭裔的士兵 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復活節的起事 這場起事迅速被英國軍隊鎮壓 儘管英國軍隊已經是頂不住了 因為他要調動軍隊 在世界大戰的戰場上 調回來鎮壓愛爾蘭的行動 但無論怎樣也好 這場血腥的起義 進一步喚醒了愛爾蘭人 我是要擺脫英國的統治 我無論如何都要擺脫英國的統治 在這裏出了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這個人物叫Michael Collins 有一部電影 那部電影就是Michael Collins 裡面有些東西不進不實 但也值得大家看 荷里活一部很有名的電影Michael Collins 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他領導了整個 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游擊戰爭 全部的領導 他不是新分黨的領袖 新分黨領袖是另一個人 他是新分黨內的 軍事指揮官 但他實際上 他怎麼只做軍事 他是負責軍事指揮 負責情報搜集 負責外交談判 負責財政的搜集 財政資金的調撥 所有你想得到的一場游擊戰爭 所需要的東西 他全部攬上身 所以Michael Collins 這個人實際上 他才是一個 在一次大戰前後的 愛爾蘭對付英國獨立運動 裡面的一個真正的領導者 大家打得很殘忍 打得相當殘忍 殘忍到英國軍隊如果是 捉了 俘虜了一班 愛爾蘭的 游擊隊的戰士 他都不想分裂誰 打誰 他也不送上法庭 總結 這個是慣犯來的 就地槍斃 這個就地槍斃 明明白白地槍斃他 但是反過來 愛爾蘭的游擊隊 也不是等閒之輩 也很殘忍 有歷史記載 這些愛爾蘭的游擊隊員 當他捉到了英國的軍官 尤其是捉到了英國的治安官的時候 當著 他的老婆子女 婦女面前 打死英國的治安官 或者打死英國軍官 這個手段是 是相當恐怖的 令到他的 老婆子女永遠都留在心理上的陰影 是很可怕的 變成英國軍隊和愛爾蘭的游擊隊 這個衝突是越來越非人性化的 即使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1919年的時候 英國和愛爾蘭 真的再爆發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 就叫做英愛戰爭 英愛戰爭其實英軍 實際上都很難出動軍隊 左滑右滑 就弄了7000個政規軍 去到愛爾蘭去打擊 愛爾蘭的游擊隊 但是這些愛爾蘭的游擊隊 有些是來自英軍的一戰的老兵 有些是來自美國 移民回到愛爾蘭本土的人 組織了很多游擊隊 有些游擊隊很有趣 有些名字叫做飛行中隊 有些名字叫做黑衣軍 黑衣軍穿著黑衣服作為標誌 其實他們的武器都很簡單 可能是一支手槍 一個爛鬼手榴彈 雙方之間就打到亂七八糟 打到最後都知道 無論是愛爾蘭的身分黨 還是英國政府知道 沒結局 英國政府的代表邱吉爾 當時不是首相 邱吉爾呼籲大家談判 草爾這個停滯協定 歷史上稱為英格蘭與愛爾蘭協議 承諾你愛爾蘭不要獨立 我願意給你一個自由邦的地位 什麼自由邦的地位 你繼續留在我大英大國裏面 就有些類似當時的澳洲 加拿大 不是一個獨立國家 理論上還是保持在大英國裏面 不需要我們只能夠繼續打下去 如果你制的話就馬上停火 我們給你足夠的自治權 你只需要將軍事和外交 繼續由英國政府掌握 所有民政事務 你自己想好 你自己搞定 給你一個高度的自治權 總之你就叫做愛爾蘭自由邦 在這個時候 Michael Collins就知道 愛爾蘭的遊擊隊沒有能力再打下去 Michael Collins就想簽這個協議 但是Michael Collins很清楚知道 愛爾蘭的獨立運動 或者抵抗運動開始分裂了 分裂成兩派 一派就是支持他 要簽這個協議 暫時爭取自由邦的地位 另一派說不行 出賣了愛爾蘭的抵抗運動 要打到底 直至成立愛爾蘭共和國為止 這個是獨立派 獨立派和自由邦派這兩派 已經在醞釀內戰 Michael Collins很清楚 所以在準備簽這份協議 出了一件有少許搞笑的事 英國政府負責簽 簽外爾蘭協議的人 那些官員就跟Michael Collins說 快簽吧 我也要簽 我簽意味著什麼 我簽這份協議就等於在自己政治生命的 死刑判決書上簽 因為我簽了之後 我的政治生命就會終結 我以後沒有觀眾 誰不知Michael Collins說 有什麼大不了 你是簽政治生命的死刑判決書 我是簽在我自己的死刑判決書 我簽了之後 我一定被人刺殺 結果英國政府官員說你簽不簽 你不簽 這樣就怎麼辦 在這個時候 愛爾蘭抵抗運動我剛才所說的那兩派人 支持Michael Collins的人和獨立派已經在打內戰 你明白我的意思 他跟英國人在打戰爭 與此同時他們兩派亦都在打戰爭 邱吉爾忍不住就跟Michael Collins說 用不需要我幫忙出兵 幫你鎮壓這兩派人的內戰 很諷刺 在那個時候Michael Collins覺得我沒有選擇 我不簽的話這兩派人會打到底 他就簽紙 簽紙 愛爾蘭得了一個所謂自由邦的地位 暫時放棄 成為獨立的愛爾蘭共和國 但沒多久之後 Michael Collins就真的被人刺殺身亡 死的時候只有32歲 這件事可以說是1916年的 都柏林 福哲的大起義之後延續下來的事 然後時間來到 又帶他去臨近二次大戰爆發 應該是1937年的時候 英國真的被愛爾蘭獨立 沒得你不給了 沒有能力再維持管治 愛爾蘭共和國就終於成立了 不再是大英帝國自由邦的地位 但是要留意 我剛才所說的經過幾百年的移民 有大量的英國人 英格蘭人 已經是移民了去愛爾蘭 大家是混雜居一起 那怎麼辦 愛爾蘭走向獨立 那這班英格蘭人怎麼辦 如果全部回到英格蘭老家 不可以了 幾代人在這裏 他不能回去 所以 在被愛爾蘭 獨立成為愛爾蘭共和國的協定上 有一個很獨特的規定 整個愛爾蘭可以分成32個郡 郡即是county 26個郡 合併成為獨立的愛爾蘭共和國 但是在東北部有6個郡 不屬於愛爾蘭共和國 繼續屬於英國 屬於英國的領土 所以那些英裔的移民 慢慢全部遷復到東北部這6個郡 在那裏定居 但問題是在東北部這6個郡定居的民 不是只有英裔移民 一樣有愛爾蘭人 在不同的城鎮 不同的地方 分開不同的社區 這個社區 這一邊就是愛爾蘭天主教徒 這一邊就是英格蘭的新教徒 分開 中間可能隔著街 在2000年之前 因為種種原因 都去英國去過好幾次 其中去過這個北愛的地方 其實氣氛真的很不對勁 在一條街上我看到 河昌實彈的英軍 在巡邏 不是警察巡邏 是軍人在巡邏 從街的兩邊樓上 隨時有人會打冷槍 或者扔什麼 汽油彈 都會有的 這是九七前的事 那時候自己都親身感受過 這種很壓抑的氣氛 這個問題 就造成了後來 北愛問題 即是說愛爾蘭問題 就解決了 愛爾蘭走向獨立之後 就遺留了一條尾巴 北愛問題 就是這個所謂北愛的六郡 而英國的全名 也有 大不力甸及愛爾蘭聯合王國 就改名為 大不力甸及 北愛爾蘭聯合國 只剩下北愛爾蘭的六個郡 這是二次大戰之後 愛爾蘭除了獨立 但留下一個大尾巴 就是北愛問題 留下一個北愛問題 怎麼搞呢 時間來到1969年 六十年代的全世界包括香港在內 四周都有很多社運的鬥爭 1969年在北愛 英裔的移民 和愛爾蘭裔的天主教徒 終於爆發大衝突 爆發大衝突的時候 就喚醒了 在北愛的愛爾蘭人的 當年的追求愛爾蘭獨立運動的 歷史記憶全部都回來了 在這個時候 臨時 決意成立一個 臨時的 游擊隊 叫做愛爾蘭共和軍 開頭是打算臨時的 怎麼會臨時的 臨時的 因為愛爾蘭共和軍 重操故業 就像當年的新婚黨 或者芬尼加運動 拿起很簡單的手槍 或者一些土製炸彈 就在北愛 開始進行一個 城市游擊戰 英國的政區軍就出動 他發覺不可以 警察都搞不定 英國的政區軍進入到愛爾蘭 維持 北愛的所謂的 社會的治安 亦都有電影 是講北愛的 1969年的 所謂黑色星期五 的一個衝突 但那一齣電影 我就不太推薦大家看 因為都很沉悶 有些雪糕 我只是想說這件事 令到英國人也好 還是北愛人也好 都有一個很深的歷史記憶 你要留意一下 距離現在不是太遠 1969年 然後 時間是來到1979年 即10年之後 這個所謂的北愛遊擊戰爭 足足打了 10年之後 1979年就爆發一個驚天動地的大事件 什麼事呢 英國皇室的一個很核心的成員 蒙巴頓分爵 到底他跟英國皇室什麼關係呢 有興趣自己查 以及Netflix的劇集 《王冠》 《王冠》的第四季 也有提到這件事件 蒙巴頓分爵是二次大戰的名將 也是主持印度和巴基斯坦分離的 最後一任的印度總督 1979年的時候 愛爾蘭共和軍刺殺蒙巴頓分爵 刺殺成功 在一艘小船上 把他炸死了 炸到全身都瓦解了 這件事震動英國皇室 亦都震動英國本土 令到英國加派了更多正規軍 進入到北愛爾蘭 採取一個軍事的鎮壓 以及軍事的統戰 但是愛爾蘭共和軍並沒有屈服 1980年的時候 乾脆刺殺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 當然刺殺並不成功 亦都沒有嚇到戴卓爾夫人 但是這件事令到戴卓爾夫人和英國政壇 覺得 北愛問題是永遠都不能得到解決的 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有些絕望 除了派軍隊之外 我都想不到還有什麼辦法 誰不知 黃雀在後 在後面有一個超級大國 強迫英國要解決北愛問題 這個超級大國就是美國 我剛才說了 在60年代的時候 美國民主黨的一個很出名的總統 甘乃迪總統 甘乃迪家族 是一個純種的愛爾蘭人 時間來到90年代美蘇冷戰結束 克林頓總統上台的時候 克林頓本身應該不是愛爾蘭人 但是在他上台之前 他對所有的美國的愛爾蘭裔的 選民就有一個承諾 我會幫助大家解決這個不愛的問題 美國大概有多少人 屬於愛爾蘭裔 或者自稱是愛爾蘭裔 不是野小的 九份一人 美國人口的九份一人 都是自稱自己的愛爾蘭裔 任何一個政客想選美國總統 或者什麼都好 他自然就不能夠低估 社群或者族群的影響力 所以克林頓當他是選總統 去撼老布殊總統的時候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標的選民對象 就是這些愛爾蘭人 他承諾了要解決不愛問題 所以到1996年 以及1998年的時候 美國克林頓總統 直接介入不愛問題 他直接對著愛爾蘭人 以及對著世界的傳媒 說什麼 我克林頓都是愛爾蘭人 英國對於北愛的管治 是不人道的 這件事令到英國政府很震驚 因為大家知道在英國政府眼中 美國是他最忠實的盟友 最忠實的領頭大哥 而且在整個美蘇冷戰期間 美國其實都是干預英國對殖民地的鎮壓 但是有一個規則 有一個默契 美國無論怎樣過問英國對於前殖民地的管治 鎮壓也好 但是不要過問北愛爾蘭問題 為什麼 因為北愛爾蘭並不是英國的殖民地 他是英國的領土 所以在整個美蘇冷戰期間 美國和英國都有一個默契 美國怎樣去評擊英國的殖民地政策 但是絕對不要觸及 北愛問題 誰不知克林頓總統就打破這個規則 說明就是 我不單要過問 而且我是擺明居馬要過問你英國的北愛問題 英國你必須要在北愛問題徹底解決 徹底停火 英國政府說得難聽一點 他們覺得真是徹底被美國出賣 真是徹底被出賣 在這裏有一本書 都很值得大家看 這本書叫做 The Greening of the White House 即是白宮的綠化 這個綠化不是說環境綠化 其實是說什麼呢 新分黨 或者是北愛人士的一個旗幟 是用綠色的 他意思是說 克林頓總統在白宮 如何跟那些北愛的人士 或者是愛爾蘭裔的人 一起去統籌解決這個北愛的問題 足之就是促使英國政府 和北愛方面 簽訂了一個我剛才開始所說的 耶蘇受難日協議 或者叫貝爾法斯特協議 貝爾法斯特就是北愛的首府 終於大家要停火了 終於就是要劃分清楚 這些是北愛的愛爾蘭社區 有一定的自治權 這些是英裔居民 也有一定的自治權 總之是這樣 然後大概去到2000年左右 我剛才所說的 彭定康離開了總督的崗位之後 去到北愛 再解決一些所謂的治安問題 當地一些警隊的改組問題 他就號稱解決了 那麼終於北愛 贏得了一個 二十多年的和平 直到上個月 四月初的時候 又重新爆發 一個英裔居民和 外爾蘭裔的衝突 再過一次 最大年齡只有25、6歲 最小的年齡只有12歲 這個衝突又是重新起 證明 這些歷史的仇恨 其實真的會有傳承 但是當然 最後補充一點 我覺得 不純粹是一個 歷史仇恨的傳承 其實歸根結底 是因為英國要脫離歐盟 英國脫離歐盟 面臨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就是北愛 因為北愛和愛爾蘭共和國的邊境 如果大家都屬於歐盟 英國屬於歐盟 英國和歐盟所有成員國的邊境都是開放的 不需要簽證 可以自由出入 英國是歐盟的成員國 愛爾蘭共和國也是歐盟的成員國 所以愛爾蘭共和國和北愛的英愛邊境也是開放的 但是當英國宣佈要脫離歐盟之後 愛爾蘭沒有說要脫離歐盟 愛爾蘭共和國繼續是歐盟的重要成員國 在這個時候被迫要關閉英愛的北愛邊境 這件事就造成了在北愛裏邊的那群愛爾蘭的居民 以前是自由出入 愛爾蘭和北愛 現在要關閉邊境 現在要簽證才能清關 太麻煩了 英國政府被迫要承諾 算是我在北愛的邊境 繼續保持對愛爾蘭共和國的開放 反過來 北愛這領土和英國的本土 一定程度上要扮一些 海關也好 出入境的簽證手續 在這時候 在北愛那群英裔的居民就覺得被出賣了 搞錯我是英國人 我是英格蘭人 我從北愛這個地方回到英格蘭自己的故鄉 這樣也要簽證 這樣也要搞的 不行 是否想不要我們這群英裔居民 如果是的話 就只能說武裝鬥爭 要打過 所以就變成英格蘭政府 或者英國政府 順德過程失措意 到底這個邊境的開放和關閉 要撤在哪裏 撤在北愛和愛爾蘭共和國之間 還是撤在 愛爾蘭這塊領土和英格蘭這塊 本土之間要設立一個 關卡 就搞不定 三任的首相 都有三個不同的方案 但是哪一個方案都好 都是順德過程 實實好意 所以才醞釀了上個月初 在北愛地方 英裔居民 和愛爾蘭裔居民 又重新 回復20多30年前 那種街頭的武裝衝突 我估計 這個問題會不會持續呢 大家拭目以待 未必一定會持續 但最終英國也要解決 到底 邊境線 劃在哪裏 長遠來說英國會不會分裂呢 我覺得英格蘭和北愛的分裂應該機會不高 不過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分裂 現在都在計劃 時間都在倒數 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英格蘭和蘇格蘭之間 怎樣是分分合合 總之最後一句 美國就一定支持愛爾蘭 美國就一定支持北愛 甚至連奧巴馬總統 都宣稱自己有3%的愛爾蘭血統 應該2011年的時候 他和太太 訪問北愛和訪問愛爾蘭的時候 竟然他太太說了一句話 回到家鄉的感覺 真的好 這件事令到英國政府尷尬得不得了 都是那一句 看兩件事 英國搞得那麼辛苦 除了自己自作業之外 還有一件事 其實是美國這個超級大國 是撐硬愛爾蘭的 另外一個教訓就是 所謂英美的特殊關係 也不是那麼特殊 美國要出賣你的時候 完全不用眨眼 話說你英國到了 要出賣就會出賣 多謝各位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屈基TV的頻道 留言讚好 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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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